《經濟日報》的投資業話組 就是推介比亞迪1211 減選原因是美國聯儲局加息的步伐 預料會提前 加上美國聯儲局官員英派的言論 美股由高位回落 後市關注今個星期 聯儲局其他官員的講話 美國加息預期拖累大市 港股短期維持震盪 策略上,政策受惠股較為穩健 新能元氣車受惠政策推動 銷售增長強勁 看好比亞迪1211 截至5月底為止 比亞迪新能元氣車的銷售成績量例 單月銷售超過31,000部 按年增長接近兩倍 其中DMI運動車型 共售出超過12,000部 按年大增4.6倍 不反映DMI超級運動技術 已經獲得不少消費者的認可 比亞迪指引 DMI車型未交付訂單將超過10萬部 並且預期六月銷量是2萬部 有關的訂單旺盛 比亞迪有望進一步 替代燃油車的市場份額 比亞迪自從5月低位 累計已經升了六成 而入場超過11萬部 我能為香港第1部 讀非全影中底運動 按年增4月 自從5月底運動 低位 超過12,000部 超過12,000部 大增3,000部